飞多和飞瓶,淡江民间故事 在南海之冰有一个礁石堆,高高耸立在海面上,这就是望夫礁 淡江的渔船每次从这里经过,都要淋湿着这礁石堆 移民们一代一代地讲述着飞多和飞瓶的故事 飞瓶是淡江的一朵花,她的眉毛像弯月,她的腰身像柳条 谁人见了都夸奖说,飞瓶比龙女还要美呢 飞多也一样,是海上的角龙 广阔的胸膛,结实的身材,又是撒网能手 谁人见了都夸奖说,如果大地有耳,飞多准能提起来的 飞多和飞瓶相爱着 南海有个鱼霸,叫鱼霸天 见飞瓶长得如花似玉,硬要娶她做小老婆 鱼霸天搬来了金银珠宝,飞瓶看也不看 鱼霸天花言巧语地说 跟我做小老婆,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零螺绸缎 要是驾飞多,困在一条小船上受穷 台风来了,要喂鱼喂虾 飞瓶听也不听,赶忙把耳朵筛上棉花 飞瓶和飞多要结婚了,鱼霸天派来冰丁,强把他们赶下海 并宣布不准飞多飞瓶的渔船搏案 从此,飞多和飞瓶的小船只好在礁石堆上避风 有一天,正逢鱼讯,飞瓶操舵划船,飞多撒网捉鱼 真倒霉,一连撒了两次网都是空的 飞多觉得奇怪,第三次撒网的时候,网很重 用尽频生力气才把鱼网搭起来 网中有一条金尾巴的大鲤鱼 飞多把它放在船舱中 说也奇怪,大鲤鱼的头点了三下,尾巴摇了三下 眼泪一滴一滴的涌了出来 飞多说,流眼泪的鲤鱼我不忍心吃,把它放了吧 飞瓶点点头,飞多就把鲤鱼放回海中了 大鲤鱼探出头来,又向飞多点头 原来,这条鲤鱼是海龙王的三女儿点的 因为出来在波浪中玩耍,误入飞多的鱼网之中 过久,蓝海刮起了台风,天昏地暗,旋风呼啸 海潮向万马奔腾,差不多快把这礁石堆淹没了 飞多和飞艇的小船像一个鸡蛋壳在路潮之中颠簸着 突然,一阵旋风把飞瓶刮到海里去了 飞多也鸣手快,扑通一声,跳入路潮之中,潜入海底,抢救飞瓶 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着飞瓶,用尽了瓶声气力才把飞瓶推到礁石堆上 接着,一阵拍暗巨浪,向礁石堆扑来,又把飞多卷走了 飞瓶苏醒过来,看不见飞多,心如刀脚,泪如泉涌 哭声伴着海潮,似雷声一样轰鸣 乡亲们知道了,也从岸边赶来营救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时,鱼霸天也假惺惺地赶来,现在乐祸地说 脑子有仙剑之名,飞多已经喂鱼瞎了,赶快跟我回去吧 乡亲们愤怒了,一起举起拳头,狠咒着趁人之威,落井下石的坏家伙 打得鱼霸天灰溜溜地走了 乡亲们四处寻找飞多的尸体,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飞禽只是哭,饭也不吃,水也不饮,寻找飞多 且说飞多掉入海中,被海龙王的虾兵蟹将发现了 便抬回龙宫 海龙王女儿出来一看,便认出来这是救命恩人 立刻拿出复活仙丹,让他扶下 飞多立即活过来了 农女看到飞多,由敬到爱,由爱生情,便想许配给他 农女向飞多求婚,飞多思恋悲情,不肯答应 农王便下令把飞多软禁在农宫,给他最舒服的床铺,给他最好的食物 农女又含情默默地来谢恩,又来问寒问暖,企图感化他 尽管农女多次求婚,飞多总是坚决地回答说 让我回人间吧,我的妻子飞禽在等着我呢 我俩是海枯石烂,心不变的 到了第三天,农王农女被人间的终生爱情感动了 我可奈何地说 放你回去,多情的儿女的爱情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 农女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送给她一颗碧水珠 令虾兵蟹匠把她送回礁石堆 农宫才三日,世上已三年了 飞禽坐在礁石堆上,整整等了三年 泪水滴在礁石上,连石兔也流下了泪痕 飞多踏上礁石堆,行人从逢,两人拥抱在一起 飞禽已经愁得像老太婆了 满头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深深的 飞多拿出避水珠让飞禽看,心不想 要是飞禽能像以前那样年轻漂亮该多好啊 真奇怪,突然飞禽变得跟从前一样年轻了 白头发一下子变得乌黑发亮 原来,这颗珠子不但能避水,而且是一颗如意珠 心里想什么就有什么 从此,飞多和飞禽的歌声又在这礁石堆上回荡 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再也没有什么痛苦 打转以后,这堆礁石也就有了名 这就是旺夫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